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正在举行的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琵琶节 您看我们现在这里马上要进行的是琵琶节上的一项传统的保留活动 就是吃琵琶大赛 就是在五分钟的时间里面看谁吃的琵琶最多 看谁吃的琵琶最干净 每年五月人寿琵琶节都在琵琶主产区文宫站举行 要在五分钟之内吃掉1.1公斤的琵琶 这个参与度极高富有趣味性的比赛 一直是琵琶节上备受欢迎的保留活动 味道是真不错 5 4 3 2 1 下面宣布联络结构 2号宣称移民 人寿县地处四川盆地中南部成都正南方向 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大面积种植琵琶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现在全县琵琶种植总面积21万多亩 产量6万吨 年产值6.5亿元 1997年获中国琵琶之乡的称号 就是琵琶的琵琶嘛 然后水粉很好 然后很甜 琵琶也很好吃 然后我从每天都摸去那边 专门跑着琵琶采摘 感觉非常的有趣 然后这边就是弄的那个什么琵琶比赛 非常有趣 然后自己过来亲自采摘 反正就感觉吃起来就比平时买的还要更甜一些 琵琶又名金丸炉汁 是蔷薇科中苹果亚科的一个鼠 为长绿小桥木 原产中国东南部 因果子的形状 自乐器琵琶而得名 这里是文工镇临时的琵琶交易市场 每年琵琶成熟的时候 这条长达二三百米的街道 是一家挨着一家 摆满了等待销售的琵琶 场面是既壮观又热闹 琵琶不仅味道好 其营养也相当丰富 据分析 其主要成分有蛋白质 纤维素 胡萝卜素 以及维生素ABC等 其中特别是胡萝卜素的含量丰富 在水果中高居前三位 老汤 老汤 在那个林子里面都是什么品种啊 这品种 我们的都是大五星 叫大五星是吧 大五星 你看我看这个大五星的标志 你看我这个的你看呀 好 您是准备给我找一个好一点 对 我找一个好一点 找一个品相好一点的 我看那个好老汤 那个 你看那个多大 对 来那看看 对 这个大 哦 好大 好大 我还第一次在皮肤林里摘皮肤 哦 对 你看 这个大五星 它的这个五九星 你看它远远的有五只垢 哦 让我们观众看一眼 您看啊 对 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叫大五星啊 它这个地方就像一个五角星一样 哦 然后圆圆的 然后圆圆的 你看 汤克园 以前是村里的电影放映员 在放映农迹推广专题片的过程中 他接触学习到了枇杷种植 并于一九九七年 率先在自家的粮食地里种起了枇杷 电影放映农迹 电影放映农迹 就是说这个种植 这个枇杷的效益比较好 所以让我去怀着义父的心理 就把自己的责任地来 就拿了四五分地来 这个石搞也好 作为第一批枇杷种植的农户 汤克园可以说是边学习边摸索 几年下来 枇杷树开始进入封产期 结果正向老汤所期望的 枇杷一上市就供不应求 经济效益更是比种粮食高了十多倍 这个大五芯很好的 怎么个好法 这个大五芯 它的石油素最高 果汁最好 您是说它可食用的 食用率比较高 石油素比较高 它的石油素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您的意思是包了皮能吃的部分很多 对 把皮子去掉 一条的锅子 那个籽子去掉 然后能吃进去 有百分之七十 做到它就比较好 就是肉厚 肉大 对 好 对 这个好 这就是大五芯琵 对 你们这里都是这个品种吗 现在我们的当家品种就是这个大五芯 当家品种 这个大五芯琵是这儿的当家花旦 对 那咱开始吧 我也跟您一起 对 凭着鲜美的口感与味道 人寿大五芯琵 声名远远 汤客员从不发愁琵琵的销售 多年积攒下来的良好口碑 让很多客人主动上门收购 还可以拿个鲜来的 来来去 几个鲜 我看您一直在记录啊 对 就刚才咱撑了一共多少斤啊 一五百多斤 您今天买了五百多斤呢 是 够多的 不够多 平时每天都要一千八斤七八百斤 每天 每天都来 您是每天都来这买吗 对 天天都来 那您是老客户了 老客户了 那我能问问 您是做批发呀 还是做零售 做零售的 做零售 对 像您要来这儿 在老汤这买 这一斤多少钱呀 这个批发它有89块的 有97块的 有10多块的 这个是你8块吗 8块 2728 嗯 老师先起 嗯 这还有腿 嗯 对 漂亮 嗯 嗯 我先起 你好 来 我在旁边都看得很兴奋 一份是多少斤 347斤 347斤 能收到2700 这个价格什么的 你们觉得怎么样满意吗 满意 比往年的价格 比往年的价格要好一些 要好一些 那太好了 汤克园枇杷种植的成功 大大促进了周边农民的干劲 大家纷纷向汤克园学习请教 开始种植琵琶 通过多年琵琶产业的发展 目前老汤所在的泰青村 家家户户都盖上了楼房 走上了致富之路 97年 开始在琵琶 03年 盖了楼房 所以在 短短的五年的时间 我就 这个琵琶收入 就把楼房盖起 所以 现在这个生活 这个 什么这些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样是种植琵琶的 佐可君 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忙碌的几天 承包了60亩的荒山发展琵琶 年收入达到40万元以上 让佐可君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种植大户 还被人寿县评为了琵琶 种植标兵 外面打过一个月 也就是三四千个钱 很老火 劝很老火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 我们算的那些琵琶 我的估计是在三万千斤左右 我一年 种的20亩地 我一年 也就是轻轻松松的 就能够赚五万个钱 通过仔细核算 头脑精明的佐可君 毅然放弃在外的运输生意 回乡种起了琵琶 很快就见到了效益 一年工程 你就买了两万多了 果子低点 大概家里还买两万多 还是高兴惨了 过后来就是到处 政府到处开会 种植嘛 到处就去学嘛 清教这些 清教这些嘛 我现在慢慢就种植了 琵琶的生长周期 慢慢就种植了那些 就冻得一息了 当然就大了 就所以说 可以大规模 老左 像你这六十多亩的琵琶 一年的产量 能达到多少 一年的产量 高峰期的时候 要达到七万斤左右 七八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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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程的情况下 还有可能达到高产 应该能达到十万斤以上 成熟的技术 再加上用心照料 每年的琵琶产量 已经不再是问题 品种改良 才是最让左可军上心的重中之种 这些树也是琵琶树吗 是琵琶树 这是我们巡 巡军的一种白玉琵琶 什么 白玉 白玉琵琶 就跟我手上那个大五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而且是这种 是这种 这是小的 这是小的一种 这种白玉的话 它实际上这么大 不一样那么大 这个是白玉琵琶 就是这个树正在培育的 这个是咱们刚刚尝到的大五星 它俩的确看起来不太一样 它是白的 它是白的 那现在是你们是在选玉吗 我现在在选玉 我们还给品种再改量 在进行品种改量 因为大五星 现在我们普遍的种子是大五星 大五星过后 它的产量一出来的话 整个是都同时是一个口味 我们要做出来一个 要做几种口味 几种风格的种 就是更丰富 口感更丰富 选择也更多一点 这个选玉琶的人 吃的人 它是一品种越多 它是品种的口味 口感就更加丰富 到时候 琵琶很多种 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自己的喜好 选择要买哪一种 目前琵琶品种的改良与增加 都在佐可君的计划内稳步实施 而生活上的巨大变化 更是让它对琵琶种植的将来 充满了信心 然后最大的就是 反正大家今天随便出去 花一杯 两杯 三杯 从来不是说 包包就轻轻就抹出来了 随便用钱 钱 你可以说 家乡用好多 就用多少 在人寿 琵琶种植 可以说是便利开花 琵琶产业 不仅给当地村民的生活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同时 琵琶节的历年推出 也让周边市民 有了一处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四面青山 典型的川西民居啊 演映在这大片大片的琵琶林中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集生态农业旅游为一体的 全国示范旅游乡村 文工镇的石家村 这里呀 除了有良好的生态和鲜美的琵琶 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之外呢 当地村民呀 手上还握着一项法宝 那就是琵琶业 说起这琵琶业呀 真是听起来就新鲜神秘 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咱们现在就去找找看 石家村作为乡村旅游的雕竿 大力支持水果采摘 农家乐 休闲观光等特色旅游 每逢琵琶节 这里年均接待游客 都达了二十多万人次 相当数量的农物水果产业 年收入十万元以上 从哪里来呀 成都来的 从成都来的 怎么会想到来这度假呀 这边琵琶多晚 想到这儿琵琶节的嘛 琵琶多晚 我看今天都有点收获是吗 买低点买低点 它这儿是 琵琶之前 哦 琵琶之前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 觉得怎么样 好吃很甜 这算休闲嘛 老去嘛 哦 随便嘛 就吃的都嘛 对 除了琵琶鲜果 可以采摘和品尝之外 见识新颖的琵琶宴 也成为游客 到此一游的初衷 在村民的热心指点下 我们的记者 很快找到了这家 首推琵琶宴的农家乐 杜丛雪是石家村支部书记 当年看到村里 樱琵琶产业吸引来众多游客 于是他看着商机 带头开启了农家乐 因为当时我这个地方的产业发展了 以后要考虑到农产品 要往外销 还有很多游客到我这个地方来耍 如果我不搞农家乐 怎么找到饭吃 农家乐虽然办起来了 但是杜丛雪总觉得还少点什么 村里琵琶产产业做得好 但农家乐没有特色 感觉哪里都差不多 于是杜丛雪琢磨起如何才能让村里的农家乐 办得有特色 做这个琵琶 我们做的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产品 但我们农家乐乐乐 要把这个特色菜 是带着这种目的 要进入这些有可能 不但吃琵琶 还要吃到我们的琵琶宴 老杜琵琶宴的主打菜 就是这道琵琶果酥 剔除琵琶果盒 再填入适量的肉馅 然后用蛋清与淀粉均匀包裹 放入热油微炸 炸琵琶果颇有讲究 不能炸得太久 损失琵琶的果香 又不能时间太短 否则肉馅不熟 炸好之后 淋上调好的料汁 琵琶果酥就算大功告成了 在老杜的琢磨与尝试下 琵琶入菜的方式多种多样 炸的 烧的 蒸的 炖的 炸汁的 看似简单的每一步操作 老杜都是试着制作至少三四次以上才能成功 听说这个琵琶宴很有特色在文工 听说我们蒸粉感过来 挺好的 然后又有琵琶味 又很香 酸酸甜甜 以前没有吃过干燥的 这个芹菜 特别有心意 然后像这个的话 我个人觉得能放点糖就好了 很不同 但是也有一番风味 可以 各式琵琶菜品一经推出 就获得了食客们的广泛好评 乘胜追击 老杜又琢磨出自酿琵琶酒 那您赶紧告诉告诉我 这琵琶酒是怎么做的 琵琶呢 我们先用清水把它洗净 洗净了以后 再把这个琵琶凉干了以后 把它锅把煎掉 煎掉呢 先把它揉出来 它这个酒才能够清泡到里面去 您说酒才能清泡 您是说 这个做琵琶酒是要先有一些酒是吗 要用酒 就是要好一点的酒 就是高粮酒 多数要适当比一般的酒要高一点的酒 高度的高粮酒 高粮酒 过后呢 这个做好了以后呢 就用冰糖 要冰糖把它叩化 用化了以后 再 放入到这个桶里面 这个桶里面 在倒酒之前 它要先把酒倒在里面 先放这个高度的高粮酒 您这个做法特别像 在那些白酒里放一些中药 什么鹿绒 什么那种感觉 好像性质挺像的 再把这个融化 放了酒 再把冰糖的糖稀倒进去 融化 啊 调匀 啊 调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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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匀以后 酒香加上那个 再加一半的酒 整点的那个糖的味道 您慢点 它好香啊 这个酒 没等加琵琶就已经很香了 本身高粮酒 浓香 它的度数也高一点 清泡琵琶就浓度必须 这个酒的度数也高一点 就一定要高琵琶酒菜 因为它要清泡以后 它要用化以后的时间比较长 哦 我帮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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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泡你就行 慢点慢点都溅出来了 啊 来 我给您端着 咱们俩轻轻的 全部放进去吗 全部放进去 哦 这种制作呢 用大的大盘制作方法 您平时也会用 如果要做的多 就用大盘制作 用300斤 500斤就用大盘 哦 这种是装的瓶装 大家有机来 展示给大家看的 整体我们制作的 屋头下里面的 就是大盘做的 也会用大盘做 哦 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样就行了吗 这样再把酒 再把酒 再把酒倒来 清泡去 哦 要用这个白酒 彻底把这个皮革都浸泡起来 哦 哦 好了 就这样了 相当是 才把它米红好 这样子要放多久 要清泡多久 这种呢 清泡的过来 要流过雨 农家乐 农家乐每年都能给杜同学 带来近百万元的收入 这让他成为 当地远近闻名的 致富带头人 现在村里的农家乐 看到枇杷菜肴 纷纷学起了特色菜 每年枇杷节期间 游客都慕名而来 异常枇杷菜肴的新奇味道 我们从江楼呢 现在一年的存收入 可能有四十多万左右 哎 给我们生活的话 不管是从我的子女 还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性质的 那个改善 都有很大的提高 以前像在城里买房的话 可能就是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现在呢 买了房 孩子啊 从城里上学了 我一年的全年收入 预计是在两百万左右 嗯 餐饮在远区呢 从今年开始哈 一年的收入 预计是在五十万左右 然后餐饮 带来的收入呢 有一百万左右 还有就是 其他的服务业带来的收入 人寿的琵琶产业 日渐成熟 丰收季节 大量琵琶鲜果 不仅带动了火热的乡村旅游 同时 它还有一个绝佳的好聚处 看 好多的琵琶呀 仿佛是置身于那个琵琶的海洋 但是 现在这些正在洗澡的琵琶呢 并不是直接拿来 直接食用 呃 也不用来入菜 而是作为饮料 与果酱的原材料 把琵琶鲜果变成饮料的 就是这个人 返乡农民企业家李志高 在我的印象当中 当时我投资的时候 应该在我们这个市场上 是没有这个琵琶饮料的 这么一个呃 呃 所以我觉得他有呃 呃 从从商人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项目 通过请教各方面专家 李志高 立志要在琵琶本身具备的 纸壳润肺等功效上下功夫 同时 他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自家生产的琵琶饮料中 绝不添加防腐剂 作为一个企业 一定首先保证质量 保证绿色 这是我们未来企业发展的一个必须的趋势 发展这样的话 你企业才能得到一个最根本的生存 想法固然很好 但营养丰富的琵琶果香 简直就是各类细菌生存的沃土 想要不添加防腐剂 谈何容易 投资以后发现我们 要做这样的绿色环保的产品 不加防腐剂等等这样的情况 那是一个非常一个技术公关的一个难题 为了攻克这一难关 李志高带领团队 从研发试验到再研发再试验 总共花掉8年的时间 耗资8000万元 历经磨难 最终取得成果 这个我们眼泛当中 如果不加入防腐剂的话 是怎么才能做到防腐呢 除了我们这个车烟的消毒杀精以外 我们公司还获得了国家的专利技术 就是说在没有防腐剂的状态下 怎么保持这个常温保鲜 这个活动国家的专利技术 那您能给我提出讲一讲 这个专利技术的一些合金要点吗 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商业秘密的问题 可能不太方便在这里讲 非常不好意思 商业秘密就是我都碰到 有了高品质的产品 人寿县的枇杷原浆很快打开了市场 每年五个亿的产值 不仅有力保障了当地种植户的枇杷销路 同时也让李志高对未来充满信心 所以说我们的销量越来越好 我们正在建设的一个新工厂 这个新工厂的话 我们是下一步会做枇杷有关系列的延伸的产品 比如我们的今后的枇杷叶茶 枇杷叶茶 在枇杷叶茶 然后枇杷的枇杷果谱 枇杷口腹叶 枇杷这个枇杷酒 枇杷果酒 枇杷果酒 一系列关系的一些产品 对一系列的产品 这样的话我们预计的话 我们心目上投入生产的时候 一年的产生会达到60亿 在今年的枇杷节上 由人寿县政府牵头 专门为人寿枇杷产业 搭建起网络销售的平台 通过整合本地特色产品资源 让人寿优质枇杷果 及枇杷深加工产品 再次通过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 现在呢 为了加大这个枇杷的品质 提高它的这个产量 加大品格力度 今天呢 我们提出对群众 品格力枇杷每一梦 补足五百之一千元 第二呢 就是县委政府 通过枇杷这个制度产品 引导乡村旅游 引进公司 到我们的乡村 主用农民的限制房子 和场地来搞乡村旅游 这样子呢 对农民的征收支付 这个带动力非常大 琵琶呀 是人寿的客产 也是人寿的重要名片 可以说呀 在这二十多年的琵琶产业 发展过程当中呢 当地百姓 并没有手握这块金子招牌 而止步不前 而是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呢 力求品质不断创新 就像我们今天认识的 这几位主人公 无论是琵琶的种植和身家工 还是特色的琵琶美食 他们呢 都在不懈的围绕着琵琶这块金子招牌 做足文章 做好文章 相信啊 他们的制服之路 会越走越宽 越走越远 感谢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红彤彤的大樱桃 为宜蒙山老去的人民 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轻轻松松 亩产过万元 樱桃树怎样变成了老去人民的摇钱树 那圆武帝这一年正不少呢 对啊 别走别的开心也多了 明天的生财有道 让我们共同关注 宜蒙山的樱桃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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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随